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 微优异3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低测的专区 咱们一起来讨论技术分享代码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事件处理 VUE3给咱们提供了完善的事件处理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不过在学习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VUE3的更新进度 就是这个UR 咱们访问一下 因为正式版还没有发行 所以说咱们每天要更新一下 注意看 昨天 昨天已经更新到了RC9 尤大神这样更新的够快 两天前 六天前 八天前 天呐 它更新的比较快 这么说 VUE3.0 看来马上就要和大家正式见面 是吧 最新版本已经是3.0RC9 后半已经发到了9 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好 咱们关掉 先少许咱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咱们在VUE中如何处理事件 该怎么做 马上进入到今天咱们的代码的部分 代码的部分 咱们一上来还是老规矩 先看数据去 大家请看 今天咱们要操作三个数据对象 Count Count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点击一个按钮 我每点击一次Count这个数值就自加1 好不好 然后剩下这两个呢 其实咱们是做了一个预定管理的方法 咱们上一期 我给您应该是前两期 我给您讲过 咱们如何做自己的预定管理 对吧 今天拿过来给您讲解一下事件的处理方式 好不好 OK 咱们再看一下方法区 方法区呢 今天我是给您提供了三个方法 分别是 大家请看 Count变量自加1 然后呢 自加1同时输出 Doom 或者说是DHTML里面的事件对象里面各种各样的属性 同时 大家请看 咱们还给您做了一个怎么说 阻止事件发生的方法 今天呢 也会给您讲到 好不好 OK 这个呢 是咱们VUE的代码区 然后咱们返回来再看HTML的部分 HTML部分 首先大家请看 点击次数 我这给了一个Count 这个Count呢 就是数据区里面Count 没有问题吧 看过我以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啊 非常简单 然后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按钮 用的是Budel 485的样式单 这是另外的话题 然后呢 做了一个onclick事件 这个是事件处理的方法 前面加个小at 对不对 如果您不加这个at 就要加Von 对吧 OK 然后呢 调用直接调用了BTNclick1 就是这个函数 对吧 然后呢 字加1 这是没有问题的 稍微点慢啊 然后第二个 大家请看 我又定义了另外一个按钮 叫做点他2 它呢 也是调用了一下函数 但是注意看这个地方 它向函数中 传了一个事件对象 这个呢 是VUE中的全局事件 它其实就是Doom 或者DHTML里面的事件对象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在click2里面呢 我做了一些简单的事件属性的输出 一会儿呢 咱们也会看到结果 然后第三个 大家请看 这是阻止表单提交 为什么 大家请注意看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用了一个表单 如果有写个网页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 您写网页和用户交互的时候 必须几乎99.99%会用到表单 对不对 那么咱们今天呢 做了一个表单的演示 但是您当初学表单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 表单会怎么样 对 会向服务器提交 对吧 那么在VUE中也不例外 VUE中是怎么阻止表单提交的呢 今天呢 也会给您讲到 好不好 OK 代码呢 就是这样 咱们马上运行哦 我本地 咱们先建一个index文件 然后在运行之前 先考上咱们的模板代码 好不好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引用的是CDN 所以说今天咱们使用的VUE的版本 就是刚刚看到的最新版RC9 好 咱们马上开始 拷贝过来 然后 拷上今天咱们的Body的所有的部分 好不好 拷贝过来 替换掉代码的Body的部分 存盘马上运行 今天呢 是第21期 所以说呢 今天咱们看到的应该是第21期 我刷新一下 21期 它这个非常烦人 它不然顺序排 21 这呢 大家请看 点击之后进入 这个是我刚刚建的index文件 咱们把它点开 好 大家请看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代码示例 然后大家请看 我点击点它的时候会怎样 咱们看一下这个系统的日志 输出 我看输出的内容 主要是第一 不应该报错 报错的话 肯定是咱代码有问题 所以说不应该报错 当我点击点它1的时候 会怎样 回到代码去看一下 当我点击点它1的时候 会激活BtnClick1 然后呢 会让咱们的count自加1 这个count呢 会在表单 会在咱们的 不是表单 会在咱们页面上方显示 好不好 显示出点击次数 注意看 没问题吧 非常棒 对不对 OK 这是点它1 那么点它2干什么 点它2和点它1 直行的工作完全的一样 咱们看一下点它2 对不对 它也是让这个count自加1 同时 注意 我传了一个全局事件对象过来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我做了一个输出 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事件本身 输出这个事件对哪个对象发生作用 同时对哪个事件发生作用的属性是什么 以及它的内部文本是什么 咱们今天会一下看到这4个内容的输出 好不好 马上试一下 它会输出到咱们控制台里面去 注意看 我点了 现在是17 点一下应该变18 好 大家请看 首先说变18了 然后输出内容 第一个说说事件对象 对吧 事件对象里面记载着DHTML数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这个可以叫做样式单 可以叫做GS属性 可以叫做DHML的属性 没有问题 OK 这是一个事件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事件里面有一个target的属性 我看在哪了 这 这呢 对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 我这个鼠标点击了谁 谁就是target 目标吗 对吧 source是原 目标就是说 我点击谁就是谁 在这个target里面会记载着什么 记载着我点击的那个对象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我刚才点击的谁 对啊 我点击是点tar 这是一个按钮 对吧 所以说这地方看到都是这些按钮的信息 那么咱们还可以输出这些按钮的信息 它不就是一个target下面的属性吗 对吧 这不是target吗 它就是它下面各种属性 所以说怎么输出 代码中有写 回来看 event event target 然后是argued attributes 这是什么 输出它的属性 咱们属性有什么 就一个class 咱们点击这个按钮的属性是个class 这class是什么内容 咱们看咱们htm代码的部分 大家请看 这个是按钮吧 它的class 对吧 它是什么内容 是8888 这些内容 这个是bs5 不多刷5的属性 对吧 OK 那么咱们在控制台中 应该是看到这个属性的输出 马上看一下 大家请看 是不是输出class等于btnbtninfo 然后加上一个margin等于2 对吧 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还输出一个点塌2 该怎么理解 咱们看一下 对刚才帮我给你讲一个 咱们这个地方 刚刚其实跟你说 这个是输出 event下面的target的属性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按钮 所以这个地方输出是按钮 没有问题 对吧 这好 然后咱们输出这个target的下面的attribute 输出这个class的属性 是这个属性 接下来 咱们输出target的下面的内部文本 咱们这个按钮的内部文本是什么 是点塌2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在控制台看到的是点塌2 通过这个操作 您是不是大概明白了网页中javascript 或者说javascript和doom以及dhml的交互呢 对 其实咱们用js编码 就是在操作doom树里面的这些个对象 对吧 今天我把这些个对象都给您显示出来 对吧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朋友 您通过这个大概能够了解到 咱们js和网页中的对象是如何交互的 就是这么一套doom的对象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前两个按钮给您讲完之后 接下来咱们看这第三个按钮 咱们要添加一个预定 前几期给您介绍过 怎么添加 咱们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个内容 大家请看我前两天见的客奖还有了吗 I love you 对吧 咱们输入什么内容之后 咱们点击添加 它就会被添加到一个to do list里面去 怎么添加 咱们看代码 这个地方我建了一个to do list 对吧 然后呢 在添加这个按钮的地方 我调用了button 这个click3 对吧 然后在这个click3里面 大家注意看 我在本地的 或者说在咱们这个数据对象里面 to do里面 push 添加一个内容叫什么 叫做new to do next 这个呢 是这个new to next的变量 它呢 是用vmodel和这个input进行的绑定 对吧 我以前课件都给您讲过 这样的话呢 咱们通过点击按钮之后呢 会在咱们to do数组里面 添加一行记录 同时 咱们通过这个循环 把这个记录呢 显示在画面上 没有问题吧 好 咱们试试啊 因为咱们是表单操作 所以说 当我点击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添加完之后 突然间消失 为什么 因为咱们用的是表单 表单 在表单里面 咱们点击按钮 会怎样 会向这个表单提交 这个其实是html的内容 怎么提交 这个表单后面 一般写一个action 对吧 咱们一般是像action里面的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 点度进行提交 对吧 OK 那么它提交的 这个是不是咱们需要的 咱们希望能够点击按钮 不提交 把咱们的预定显示在下方 这个时候呢 该怎么做 非常好 大家请看 我在科技客3里面 传进一个和刚才一样的事件对象 对吧 在事件对象里面 咱们如果想阻止提交事件发生的话 这个非常的常用 这个您一定要记住 您写网页编程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 您一定要掌握 不向表单提交 怎么做 用这条命令 就可以阻止事件 咱们存盘 马上运行一下 F5刷新 因为咱们更改文件了 对吧 所以F5刷新之后 注意看 当我再输入 I love you内容的时候 大家请看 还向表单提交吗 不提交了 对吧 没有问题吧 完全没有问题了 OK 这个就是咱们如何在事件中 接受一个全局的事件对象 同时阻止表单提交 一个knowhow的知识点 希望您能够掌握 如果您把它掌握之后 咱们这个VOE中 操作事件大起的知识点 您应该都掌握住了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如何咱们在VOE3中 处理事件的方法 希望您能够理解消化 好不好 今天的代码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下载参照一下 好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 拜拜